在政治學上,我記得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在我小時候,即是我中學的時候,有一科叫EPA 年輕人的你不會聽過的 即是叫經濟及公共行政中學會讀 裏面有介紹當時港英的政體,以及當時的未來特區政體 一國兩制在我小時候的理解,其實我們以前很天真地認為 都是一種西方所謂聯邦制的一種 我們先說明,在北京眼中,這個描述是政治不正確的 以及不符合現實的 我們說回那個背景,六四之後當然有很大的對中國的衝擊 國際社會是有制裁有包圍等等 而香港有一個空前的信心危機 當然,中國眼中收回香港是一個既定的政策 怎樣令到信心危機解決呢 89年,江澤民,即是六四之後,他就上位了 講過一個很出名的比喻 就是未來的中國和香港的關係 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 這個形容詞其實在以前的上一代的前輩當中是很著名的 即是說到中港關係,就說OK,那你不搞我,我不搞你,河井不犯 在很久很久的時間,這個河井論也是我們演繹中央地方關係的一個叫金火藥律 一來自江澤民百口 但直至到在一個北京做基礎的網站 因為有一些內地的朋友是直接批評江澤民 他點名是批評江澤民的河水井水論 就說現在我們講的全面管治權 以前會有些錯誤的表述 明明我們就是要犯的,為何要河井不犯 但除了這個叫權宜之計之外 是有一個理論背景的 就是講回我們以前理解 以為一國兩制都是聯邦制的一種 所以聯邦制,我們在西方讀書就是這樣理解 很學術的定義,大家按維基就可以了 不需要我們在這裡講 我們用一個比較落地的方式 幾塊東西合在一起的一個國家 所謂的聯邦制 甚麼為幾塊東西合在一起呢 就是他們未成為一塊東西之前 每一塊小東西都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這些可以叫做有它的主權身份也好 有它當時獨立殖民地的身份也好 總之它本身是有一個實體 接著有幾塊實體拼在一起 就是聯邦主義 很抽象,我就知道 講幾個例子 對我們這些喜歡集郵的朋友 比較容易理解 例如你看歷史上甚麼地方發行過郵票 慢慢就沒有那些地方 變成一塊東西這樣做 譬如說德國 德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聯邦制有國家 以前歷史上我們知道 德意志是有極多的邦國 最大的是普魯士 另外還有一些漢洛威等等 比較小一些 德國統一就是一塊不同的東西 做了一大塊,就是德意志帝國 但就算有了帝國之後 每一個王國 有幾個大的王國都仍然存在 直至一戰之後就整個帝國瓦解 但就算是這樣也好 德國的傳統上就是在行聯邦制 到二戰之後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即西德就是它正式的國號 講到明就是在行聯邦制 指出它現在每一塊東西 都是來自本來一塊獨立實體 再早成法一個聯邦 以前我們會以為 是否中國和香港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 有很多西方的理論 都直接用這個法律性 去比喻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但北京現在講到明 我們不是這樣的 一國兩制大家不要錯誤的理解 是獨一無二 中國說不是這樣的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以後下一段再分享一下 了解